就在各界深援乌克兰之际 有人确邦入侵的俄罗斯说话 要乌克兰总统跟普清示弱 才能拯救乌克兰 车臣更宣布出兵一万人 帮助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但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准备 德国台风战斗机枕装出发 前往罗马尼亚要协助北约加强空防 美国F35战斗机也到罗马尼亚就定位 北约更首度启动快速反应部队 会这么紧张不是没有原因 船舱内都是碎玻璃 有被轰炸过的痕迹 土耳其商船受到俄乌战争持余之殃 至少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受炮击 这下可让土耳其总统只跳脚 直接点明北约跟欧盟态度都不够坚定 才会造成今天这幅情景 乌尔开战现在又被发现波兰边境 疑似有俄军集结 就连意大利也参战 那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呢 也就是说现在不跟俄罗斯谈了 看来俄乌战争短时间内风暴可能不会平息 TVB的新闻 华正乡女国政委 家琪台北先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